最新版的《流星花园》一播出,便引起很多人关注,有沈月饰演的女主角山菜,看似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,但凭借山娘的内心和不服输的气质,赢得了一众男神的清爱。 有五个男人都喜欢她,爱她爱到痴狂的男主角盗明寺,游王克蒂饰演,要跟这么多男人抢山菜,还真是难为她了,普通女大学生懂山菜,盗明寺有很多情敌打酱油的情敌,而盗明寺虽然是超级富二代,长相性格都是让女生流口水的类型,身边却没有这么多阴阴厌人,山菜的情敌根本没有几个,前两个都是坏女人,一个是心晦,身材高挑,前途后翘,也很时尚, 但盗明寺从没正眼看过她,基本是个路人,情敌一,心晦另一个是山菜的死大,李真,长相身材都很平凡,但竟然运用了手段,使得盗明寺亲了她,还去她家睡了一觉,不过,等盗明寺清醒后,便无情地甩开了她,直接说,你不配跟山菜比,情敌二,李真盗明寺说,李真不配跟山菜比最强情敌, 跟这两个纯粹打酱油的情敌比起来,山菜的最后一个情敌和原资,那就很强势了,最强情敌和原资和原资,由孙谦诗言身高168厘米,首先,她有着魔鬼身材天使般的面孔,长得有点像天后全智贤,外形上,直接可以秒杀沈月诗言的矮短原山菜, 孙谦道明寺的未婚妻和原资其次,她的身份很不一般,某大财团的千金,典型的白富美,而且是道明寺的正儿八经的未婚妻,说起来呢,就是高端商务联姻,道明寺的未婚妻和原资,道明寺的未婚妻和原资再次,和原资意识非常有个性的女人,她跟道明寺的性格非常相似,身在豪门,却并不愿意服从豪门的安排,非常自由洒脱,会为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, 和原资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,大家都知道,道明寺的眼光是很独特的,她一直就很喜欢有个性久异的女孩子,而和原资正好非常符合道明寺口味,而且跟道明寺还有接吻,遇上这样强劲的对手,酸溜溜山菜的地位恐怕有点难保了吧,迎评出闻见给了道明寺。